哈喽大家好呀 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下周运势的占卜 今天占卜呢 可能跟上一周的形式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都差不多 好那还是有三组拍 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选牌 我们用一副塔罗牌来做选牌 我最近又收到了一副新牌 它特别特别的美貌 我之前有做一个这个牌的开箱 但是我还没有剪完 剪完了会给大家放出来 因为这副牌真的很美 那我们今天就靠直觉来选一下塔罗牌 看哪个图案比较顺眼 或者说觉得哪个图案比较吸引到你 就选那组牌就好 好那我们从第一组开始啦 嘿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好 我们现在先来抽你们的牌 如果不想看抽牌的朋友 可以把进度调往后拖一拖 因为我应该也会尽快的把牌都抽完 好 好 Coffee cup Camera 嗯 这一张self love 爱自己 看来你们下周是很关心如何爱自己 会对自己比较好 psychic development 你们会建立一些这种占卜师的能力 有一些占卜的能力 已经要慢慢的展现出来 其实大家呢来看我的这个视频 其实多多少少 大家都是会有一些心意相通 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很有灵性的 3 of action 很棒哦 好再来这个 好 partnership 你们下周是 有合作的关系吗 或者说是有这种 可能是这种工作上 或者学业事业上的这种合作 或者说是要谈恋爱了 或者说什么事情跟你的这个合作关系有关 跟你的合作对象有关的 sensuality 好 再来一张 好 再来一张 joy 很开心的能量 好 我们再来这副牌 这副牌我们抽一张就可以 message of water 水向的能量 5 of earth 好 好 最后来抽我们的这个塔罗牌 下一周 4 of pentacles 你们是在储备能量哦 你们是想要存钱做什么事情吗 或者说是 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的感觉 2 of pentacles 而且还是很忙碌的 好 来一个 8 of swords ok 好 来整理一下 好 第一组的朋友啊 你们下周呢 会开始把你们之前分散的一些能量都逐渐收回来 逐渐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你们之前呢可能会有一点 有的时候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 会 总是会思考别人怎么看你 别人怎么想你 它其实浪费了很多你的这个精力 那你现在是决定把这个 之前过于分散的这些精力都收回到自己身上 去在这种更重要的事情 或者说是更重要的人身上去努力 去下功夫 而不是说把这个所有的精力都分散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而且呢 是觉得你们是在为未来的什么事情而做一个储备 一个呢是你们在这个花销方面会比较保守 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你们在这个人际交往方面也会比较保守 我能看到你们其实会有很多的邀约 或者说是有很多的客户会来找你谈事情 或者说你的朋友会来找你 或者说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会来找你 但是我觉得你们会就是有有条件的去选择去哪些meeting 然后有些人呢 有些浪费你们时间浪费你们精力的 你们之前可能会介意 如果你们不去的话 那别人怎么看你们 但是下周你们会更加把这个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该去的你们会去 那其他的那些呢 你们都会回绝掉 会拒绝掉 那那些对你们自己的身心灵不是那么的健康 或者说是分散你们的注意力 浪费你们时间的人 浪费你们时间的这些事情 你们都会把它直接从生活中里去cut掉 就不太去关注它了 你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这个感受 因为其实我能看到 这组朋友还是比较敏感的一群人 就别人的一些言行很容易会影响到你们 所以有的时候呢 人家可能无心的一句话 或者说你们聊天的时候什么事情 你们都会比较敏感的去把它放大 所以说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分散你的注意力的 那下周你们会很好 你们会把这个注意力收回来 因为你们知道这个分散你们的注意力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 所以你们是在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心灵方面 有些朋友呢 还是会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 去做一个什么SPA呀 去做按摩啊 针灸啊 就是做一个身体上的护理 会比较关注这个方面 有些朋友呢 其实在之前的阶段上面 其实是有一个小的成就 或者说是逐渐的已经有收获了 所以现在呢 可能会有人会找你合作 或者说跟你合伙去干一个什么事情 那你下周会开始考虑你要不要去跟别人建立这个合作的关系 而去走向下一步 下一个阶段 或者说做一个什么新的项目 会考虑到就是这个合作的关系 或者说有些朋友来说呢 是可能是感情方面 你可以跟你的这个就是对象是不是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你们会开始考虑 或者是如果是有人追求你 你也是要考虑是不是要答应他 就可能会是这个时间节点 所以你会比较容易多考虑这个自身的问题 那其他的那些事情呢 你都会把它就放到一边 以后再说 而且下一周呢 不会是非常平平淡淡的一周 会是一个就是 你们将来会有回忆点的一周 它会发生一些事情 那会让你有一些就是 在你的这个人生当中留下一些痕迹 未来是会就是是有回忆的 而不是说平淡的就度过了一周 以后就反正也不会返回来想到这一周这种感觉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周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可能是惊喜啊 或者是一些 我也不知道 就看具体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出现 但是总体上还是很开心的 有这样Joy这张牌 就是这张牌一出来就觉得 整体能量就很轻松 很开心 就是非常light这种感觉 好那我之后再用这个 雷诺曼给大家做一个占卜 我们这周就不用这个茶叶牌了 这周来用雷诺曼 看看你们下周会发生什么事 哇 STAR 星星牌 星星牌呢 一般是代表就是心愿 有什么心愿 还有什么梦想的感觉 什么事情会跟你们的这个心愿有关 woman 什么事情会跟一个女性有关 这个女性还蛮就是这种 还蛮漂亮的啊 而且是这种比较sexy的感觉 哦 这个代表了可能会 你会主动的剪断什么东西 可能是剪断一段关系 可能就是我之前说的 你们会把一些不必要的人和事 就直接剪断了 因为你们觉得 人生 苦短 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些精力 在那些不必要的人世上呢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稍稍定义一下它 看一下这张STAR会是什么事情呢 好 哇 哇 Two of Cups 哇 就是 如果是想要谈恋爱 或者说是 在这个 已经在恋情当中的人嘛 就非常恭喜你们 因为你们下周的恋情会非常好 你们会有这种 就是理想中心愿当中的约会 你们心里想的这种约会是什么样呢 那就是哪个样 单身的朋友你们也是 单身的朋友呢 你们会很开心 就算你没有伴儿 你自己也会过得非常开心 你会度过自己就是理想的单身生活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切都非常的理想 那如果是事业上的话 也是 你可能会跟你的这个合作伙伴 谈得非常开心 你们之间谈得非常投机 或者说是 就是一切都进行的非常好 看一下这个女性 这个美女 确实挺漂亮的 哎呦 天哪 这张牌掉出来了 哦 这张牌是一个 是情人牌的逆位 你的一个合约 你可能会结束了 跟一个女性之间的合约 可能就结束了 或者说你就 跟一个女性分手了 或者跟你的一个 女性的朋友就 say goodbye 这种感觉 你会跟她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一个 白白有个再见的关系 其实这个 这两张牌其实很像哦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cut 去一个 剪掉一个什么关系 来看一下 这个剪刀剪去的是什么 好 Full of Source 这张牌呢 是在说你这个积蓄能量 休息 嗯 那是感觉你们可能会 觉得你们不应该在沉睡 或者说是不应该在这么被动的等待 或者说是被动的接受 你们会自己去结束这样的被动的等待 被动的接受这样的关系 你们会起身来做什么事情 起身去主动的去思考 而不是说是别人来找你 然后你来去回应一些关系 或者是做一些回应方面的行动 你们会去主动出击 主动的去想 或者是主动的去做什么事情 主动的去跟人约会 或者是主动的打电话 开展一个项目 或者说你找工作的话 你会主动的去打电话 就是问他们公司 你们需不需要人呢 就是你们这些被动这样休息的能量呢 你们会主动的把它结束掉 其实还是一个 你们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这个目的 而不是说是去 不让周围的那些经历 那些不需要的人和事来分散你们 你们会更加坚持自己 你们会更加的有主见 好 那个就是下一周的占卜 那我们就以后再见咯 下次再见 拜拜 祝你们都有好运 嘿 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好 我先帮你们来抽牌 如果是你们想跳过抽牌的话 可以把进度条往后拖 可以跳到我把那个 所有的牌都排好了之后的那边 好 这张是 9 of wands 好 10 of swords 5 of wands 好 再来抽这一副牌 release resentments about money forgiveness 原谅 你们原谅了什么事情呢 是原谅了自己 还是原谅了过去 别人犯的错误 因为其实这是 10 of swords这张牌呢 也是有这种原谅的感觉 是过去的一些 你们放不开的事情 你们终于可以放开了 masculine energy 非常阳性的能量 很阳光哦 好 再看这副牌 好 这副牌 好 这副牌 出来了一张 出来了一张 5 of earth 刚才第一组也有抽到这张牌 这张牌是一种更新的能量 什么事情又重新出发了这种感觉 Sun 哇哦 刚才我不是抽到了这张 masculine energy吗 就是太阳 它们是一样的能量 都是一种很阳性 很阳刚的能量 感觉你之前是 你之前的阴霾有飘走 你会把之前的压在身上的 这个心理上的一些负担都放下来 而是去 就是还蛮开心哦 好 再来 哇 我的butterfly 人际关系或者感情会有一个新的进展 或者说是有一个转变 进入下一个阶段 再来一张 paradise 哇 happiness expansion joy playfulness 我觉得下一周 大家的能量都很开心 都是这种很乐观 很开朗的感觉 就感觉之前压在大家身上的那种 种种的乌云都有这样散开了的感觉 我再抽一张这个动物牌卡 Harmony 看这张也是这种很和谐 这两张的颜色都是一样哦 非常的和谐 好 第二组的朋友啊 你们下一周感觉你们的这个能量终于是开始流动起来了 像我刚才说的 那之前你们可能会感觉到这种 黑云压沉的这种低气压的感觉 因为你们有这种 你们自己把这个云抓着不放 而把你们的这个心中的太阳都遮蔽住了 你们下周呢好像突然间就有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就会不那么在意过去的那些得失 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人 或者是什么事情对你的这个伤害 因为其实有些人伤害了你 他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 是个过去的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去反抗 或者说去改变这个事实 如果你们还是要继续抓着他不放的话 那他其实影响的是你们的现在 而且对这个过去的人啊 是呀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无论你们自己再怎么样紧紧的把这个 就是可能是仇恨或者说是委屈 或者是这种不甘心抓着不放 可是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 而且另外那个人也不会就是遭到报应啊 或者是什么样 可能你会觉得他对你的这个影响 已经影响了很久 所以迟迟的有些过不去 但是下周有感觉到你们就是突然变得 好像我过去了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其实已经在往前走 已经在往前迈步了 而且可以说你的生活的很多方面 都已经越来越好 所以你会觉得说 是时候可以把过去的这些事情放一放 你可以不要让他继续在留在你的心里 去占据一个位置 那因为就好像是这个黑云一样 你本来已经是这个太阳马上要出来 都要见光明了 可是你还是抓着这个黑云 不让这个黑云走 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见到这个太阳 所以说你们最终是把他放走了 你们最终有这种原谅了过去的这个人这件事 或者说原谅了你们过去的那个自己 有些人呢 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真的是很后悔过去做了某件事情 你觉得你如果是时间再重新来一遍的话 你绝对不会去那么做 可是你终于现在你有把这个事情过去了 你会觉得说我还是更加珍惜现在更重要的是往前走 那过去的这些呢就是一些经历而已 它可能会对你的未来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而且其实你的生活当中呢是有更好的事情发生 你看你们抽到了这个luck 就是非常幸运的这个瓢虫啊 大家不是小的时候都会去找这种瓢虫吗 找到了就是觉得非常的幸运 还有这张Harmony 就是这种很平静 然后很这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是有这种享受我过去的成功和失败 都是能够让我享受的事情 而不是说我只享受成功 那过去的失败其实我也就是把它当成了过眼云烟 我也是享受这个失败的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了 你们得到的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 你看你们就抽到了三个太阳 这一张太阳这张太阳 还有这个里面有个太阳 就有非常多的太阳这种阳性的能量 说明你们很开心 你们你们就是重新又开心起来了 那之前你们可能会有点这种坚持了很久 你们想要就是坏人得到惩罚的这种感觉 或者说 为什么就是我心中期待的这个公平正义迟迟没有到来 你会有这种紧紧把他抓住不放 还在等待他 但是之后呢你就会豁然开朗 就会觉得那都不是个事 who cares这种感觉 因为更好的事情发生了 还有呢你们这个有这种release 就是放开的这个能量呢 不一定是人和事 也有可能是这个跟钱有关 跟事业有关 就是你们有些朋友呢 可能是之前是在储蓄 或者说是就是你的这个对金钱的观念呢 就是把它紧紧的抓在手里 但是你的这个观念会逐渐的变成用钱来赚钱 让这个钱在手中流动起来 也就是说 其他方面让你的这个能量 在你的身上开始流动起来 当你不再紧紧抓住一些负能量的时候 那这个正的能量就会在你的身体 或者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流动起来 你只有把这个 你可以想象当中 如果这个能量是个球体的话 那你抓住了这个负能量的部分 那正能量呢 不是就进不到这个球里面吗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负能量放出去 这样的话你的周围 才能被这种正的能量包裹住 这样的感觉 而且下周呢 很多事情都会进行的非常快速 有很多朋友呢 是有机会去外地 或者说出国旅行 这样的情况 总之还是很好 就是很开心 一切都是新的 然后transformation 一切都在变好 感情也是 有这个butterfly 还有paradise paradise呢 是一个这种 好像在度假的感觉 就是 好像感情或者人际关系当中 每一天都很开心 就是纯粹的开心 没有什么烦恼的那种 好像婴幼儿一样的这种 哎好开心 这样的感觉 还有这个butterfly也是 如果是你们在感情当中 有些阴霾的话 那这些阴霾会渐渐地都离开你们 所以你们可以不用太过操心 或者是太过担心 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因为它都会走 都会慢慢地离开你们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雷诺曼 我们这周不用这个 茶叶卡做占卜了 用雷诺曼 好 第一张 剪刀 可以 看来我们这个 第一组和第二组 有朋友 两组应该都看了 有抽到 不断抽到相似的牌 还有狐狸 你知道剪刀 剪刀是剪断什么 狐狸呢 是比较聪明 哦 蛇 看来你们生活当中 要出现一些 比较聪明的人 有可能 我们来具体给它定义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狐狸或者是这个蛇 它 不一定是不好 可能是只是中性的 就是很诱惑 很诱人 先看这个吧 先看这个 剪刀 你们剪断了什么 哦 你们把这个 None of Source剪断了 你们剪断了 你们的焦虑 你们打算不再焦虑 不再继续下去了 而且这个剪断 是你们主动啊 是你们自己去做出 这个改变 还有这个Fox Fox 狐狸 Ten of Source 又抽到同样的牌 这个刺伤你的 或者说是伤害你的这个 过去伤害你的这个对象 是一个像这种狐狸一样 狡猾的人 很聪明的人 嗯 这个主要是一个人的话 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还是蛮有心机的一个人 看一下这个Snake 哦 King of Caps 这个圣杯国王哦 所以这个蛇的这个对象 会是一个感情比较丰富 或者说是感情上比较智慧 感情上比较聪明的一个人 他有可能会有这种玩弄感情的倾向啊 或者说他只是说在这个感情方面会比较有经验 感情丰富 而且是一个很有诱惑的对象 是一个非常成熟 感情经验丰富 然后有性感 然后有诱惑 有这种神秘感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嗯 他不一定出现来伤害你或者怎么样 有可能只是你的生活当中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 嗯 然后这个Fox 是你终于把这个伤害你的人放下了 嗯 好 不错 很好 好 好 那就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嘿 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好 我现在先帮你们抽牌啊 嗯 如果不想看抽牌的朋友 可以把进度条往后拖 In the journey 内在的旅程 嗯 大家就是 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因为看到大家就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心 而不是只是关注外在的一些这个现实世界 In the journey 这张是猫头鹰 猫头鹰是很智慧的 内在旅程智慧 Lun Sang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人的 都是人的 这样子 这些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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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的 这些是人的 感觉 new nourishment 好 再来看这个感情或者人际关系的拍卡 mirror 一面镜子 not enough 感情上会有一些就是外在索取的感觉 下周是什么能量呢 Full of Pentacles new The Handman Norvist of Ones 好 第三组的朋友 这里有些话呢 是一定你们是需要听到的 因为我有感受到这样的信息 就是说呢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人生旅程 那每个人的人生旅程 都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朋友呢 他们会把别人的人生旅程当成是自己的人生旅程 所以他们会去做别人在做的事情 或者说去追求大家都在追求的东西 或者说是某一个人正在追求的东西 那你是把别人的人生目的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目的 还有一些朋友呢 感觉到的能量是 你有种强迫别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说把你自己的愿望施加在别人的身上 把你自己的这个人生旅程 你的人生目标 施加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 你的伴侣或者说你们的孩子 或者说是你们的这些亲朋好友身上 你们会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 或者说是你需要他们按照你想做的去做 让别人都来按照你想要的生活来生活 那其实呢在这里呢 排卡是想要告诉你说 每个人的人生目的人生旅程都是不一样的 遇见的人都不一样 经历的事情也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强迫自己去做别人的事情 或者是强迫别人来走你的这条道路 那其实这都不是一个正确的能量形式 或者说它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崩溃 因为它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不稳固的 你没有再走你自己的道路 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呢是有一些 在某些问题上会有一点极端 或者说是有一些不知道节制 他会觉得强迫自己去做一些这种 好像有这种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或者说是为了去把别人比下去这种能力 所以说就是拼命的要自己去做一些打败对方 或者说是自己可能本来没有那么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为了要打败对方 我为了要证明我可以 所以我偏要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们内心是不是认同自己的 因为你们的这个出发点还不能够就是真正的进到你们内心 并不是你们真实内心想要做的事情 它可能只是一个外在对于这个 外在要求的一个表现 所以在这里呢可能是希望在这里传达给大家 就是说放松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道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时间节点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错过了某个时间节点 或者说是你觉得别人错过了某个时间节点 那其实都是每个人的这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你们有能力又有目标 而且就是还很乐于帮助别人 你们会很勇于去站出来保护你们自己 或者是保护你们在乎的人 甚至是保护你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而且你们就感觉就是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好 能量也是非常积极向上的能量 只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这种强人所难 或者说是强自己所难 有一种就是非要别人按照你的想法来做事 或者说非要逼迫自己去做一些你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但是这个正确可能只是说是普遍意议认为正确的 它并不一定是一个适合你的道路 或者说适合你的事情 那下周呢 其实你也会这种自信满满的就是往前冲的感觉 而且你们其实心里很清楚就是你们做的事情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们很清楚这个过程 你们很清楚这个结果 只是说是在这个与人相处方面啊 可能会是不是要更加的就是圆润一点 或者说更加为对方考虑一点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道路嘛 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去啊 比如说感情方面吧 你会去要求对方一定要按照你所说的去做 不然的话那就是证明不爱你 或者说是你的孩子吧 你一定要让他按照你所说的去学习 不然的话他就是不尊重你 他可能不孝敬你 就是这种感觉 你会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 或者是会被别人的思想影响到去做做这种 就是做一些你自己可能不太愿意 内心真的不是非常愿意做的事情啊 就好像是这张牌 这张猫头鹰 就是他们是一个家庭嘛 像这只母的猫头鹰 他就在这个巢穴里面保护这个孩子 那这个公的猫头鹰 可能就是在外面要去寻找一些食物 他们都是各自分工各司其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组织 他们的这个家庭才可以运转的非常的良好 所以说哪个人呢可能都有自己的职责所在 在这个社会上也有自己的分工 所以呢你可能需要去把自己的分工决定好 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 你们也会逐渐去意识到这种专注自己的领域 各自分工 不会过多的去干扰对方 或者是干扰其他事物 而是是走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还有一个信息呢 就是下周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好消息 那这个好消息呢可能是跟金钱有关的 可以跟事业有关 它会让你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会让你自信满满的去寻求一个新的方向 那恭喜你们 我们再用这个雷诺曼来做一个下周的占卜 这次就不用茶叶牌了 是一张非常有感情的牌哦 这个月亮 这个月亮 雷诺曼的月亮跟塔罗牌的月亮比较不一样 塔罗牌的月亮可能会比较那种雾门门的 有点看不清前路 但是这个雷诺曼的月亮呢 是在感情方面非常正向的一张牌 然后 Mountain 可能会有什么障碍需要你去克服 最后一张 Bet 蝙蝠 蝙蝠 蝙蝠是一种这种集体的能量 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大集体当中 或者是你的家庭当中 就是有一些可能家庭事物 或者集体的事物需要去处理 如果你们是学生的话 可能是有些班级的事物啊 这样有一些集体行动 我们来用塔罗牌定义一下哦 看这个月亮会是什么事情 让你感情满满 哇 恋人牌 恋人牌 恋人牌哦 所以说你可能会有这种 签合同 签合约 或者说是确定恋爱关系的这种感觉 感情方面会非常的好 非常的这种感情 丰富 那也有可能有这种大起大落的感觉 就是激情澎湃 好再看一下这个Mountain Mountain 什么事情需要你去克服 抽到一样的牌哦 Fall of Pentacles 就是你可能有些事情有些抓的过于紧 或者过于保守 容易走极端 有些朋友的这个安全感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占有欲 所以你想就是占有的越来越多 你才会更有安全感 但其实这可能是一个你需要功课的一个难题哦 在下周 那说明你们可能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分享 可能你们是有需要拿出来自己的一些可能金钱时间呀 什么分给周围的这个人 一个分给周围的这个恋人呢 或者是周围的这个家人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有些朋友呢 在这个事业方面一直拼命的往前冲 会有一点忽略到自己的这个家人 所以说他可能有点启示 就是说你需要分享一些自己的时间给自己的家人 而就是说不要在某一个方面过于极端 你还是需要去适当的去平衡一下 好 再看一下这张蝙蝠的牌是跟谁一起飞呢 两张牌哦 哇 The Magician 魔术师Night of Wands 又出现一张Night of Wands 你们组 就是不断的抽到重复的牌 底下的这张牌哦 我给你们看 这张牌也是Night of Wands 你们抽到了两张这个 权杖骑士 所以是你们这种 很有冲劲 很有目标性的往前冲 或者说你们有一个什么 新的目标和计划 让你有这种自信满满的能量 去做某些事情 可以是事业啊 或者是学业方面 就是拼了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可能是跟这个集体情况有关的 你可能是进入到了某个集体当中 进入到了这个新的班级 或者说新的这个团体 新的公司 所以你现在是就是激情满满的想要去拼 往前冲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集体的这种能量的感觉 还有就是说你可以有这种大展宏图 比如终于可以开始施展自己的这些技能 去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所学灵活都运用到你的这个新的集体当中 也不一定是新的 也可能是你终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跟大家一起做事 或者说把你的能力用于这个集体当中 所以还是一个往前冲的能量 好那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阅读 还是要注意一下平衡这个能量啊 就是分些时间给这个恋人 或者分些时间给这个家人 都比较好 好那这个就是你们的下周运势 那祝你们都有好运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呀 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下周运势的占卜 那今天占卜呢 可能跟上一周的形式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都差不多 嗯 好那还是有三组牌 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组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选牌 我们用一副塔罗牌来做选牌 我最近又收到了一副新牌 它特别特别的美貌 我之前有做一个这个牌的开箱 嗯 但是我还没有剪完 剪完了会给大家放出来 因为这副牌真的很美 那我们今天就靠直觉来选一下塔罗牌 看哪个图案比较顺眼 或者说觉得哪个图案比较吸引到你 就选那组牌就好 好那我们从第一组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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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